在這邊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沈醫師 因為我們常常聽說 要生小朋友人工事館 人工事館 人工事館 請問一下建議做幾次 就可以先休息一陣子 總不能說慢無止盡的 一直做下去嗎 當然… 但其實這是要去衡量說 夫妻之間的一個關係也是 就是有些時候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它是心理層面 跟生理層面的一個壓力 所以有些媽媽 其實她只有做一次 她失敗了 對媽媽的打擊就非常… 她可能甚至三年裡面 她都不…兩三年 她都不願意再試 但是有些媽媽 心象組音節要很堅強 他們願意就是試了再試 但是其實我們通常要講 一開始我們都是會 循性接近的方式 不會通常一來 就叫你做試管 原因是要看媽媽本身的條件 如果一開始我們先用 像體外受精 或者是人工受孕的方式 如果先試 因為會先用頭藥的方式 先讓你自動去排卵 如果反應不好 通常會試個大概兩三次 如果覺得反應不好 我們就會再進階 那可能就是用試管的方式 再去做後續的治療 但是通常都會建議 每次的每次治療 最好還是要休息一個月 其實基本上應該是要 三到六個月 對 因為它讓你完成的 裡面整個內膜壁都長好 因為即便我們每次 進去取卵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在卵巢裡面打洞 就是我們去把它夾出來 其實它還是有個傷口的 所以它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去癒合 那你它還沒長好 你馬上又第二次的時候 它就荷蒙就一直這樣浮動 其實對媽媽的身體 也是有點傷 但是有些 其實這取決還有一個很關鍵 就是年紀 如果你今天35歲以下 我們就比較不會那麼積極 想說媽媽可能想說 是一次我們再休息三年 那沒關係 這個媽媽可能28歲 如果這個媽媽已經35歲 我們就會跟媽媽講說 那你可能要積極一點 因為女生其實一過35歲 那條線以後 其實那個子宮的 卵巢功能跟子宮功能 是瞬間的 就是非常 睡二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時間就會有限 所以這種時候 我們就會跟媽媽說 就是你要抓好那個時間點 但是當然還是 媽媽的心理層面 要可以承擔的 因為有些媽媽就是打擊一次 他們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再爬起來再做 我甚至有人做過一次以後 就失敗就再也沒有在試了 所以其實還是要去衡量 每個媽媽的條件